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航母雷根號被說 根本不敢進入大陸東風二十六的射程範圍 所以呢 美國嘴巴說要為穿越台灣海峽來做準備 看起來根本就不是雷根號 不是里根號 我們來看看這是美國海軍學院新聞網 USNI15號公布的最新消息來看到 裴洛西訪台以來一直備受關注 就是雷根號的打擊群 他暫時 當時15號是說 他停留在日本跟菲律賓海的邊緣 最新消息是 他已經回到了日本的橫須賀海軍基地了 當然不會通過了台灣在這個地方 不會通過台灣海峽 反觀另外一艘來看到就是這一艘 就是閃電航母 搭載著F35B隱形艦載機的 迪利波里號兩棲攻擊艦 他在這個紅泉這個地方 其實呢 他已經在台灣東北部的海域了 台灣的地方就在這個地方 圈圈的跨虎這個地方 在台灣 他目前迪利波里號在這邊 那另外呢 其實從地圖上來看 迪利波里號呢 他所取的位置呢 跟台灣之間大概只有呢 一兩百公里的距離 而這個區域啊 其實透過這張圖 更加的明顯 這張圖就是中國大陸環台的軍演嘛 跟中國大陸呢 解放軍的環島演習當中的 六大演習當中的這一塊 位在東北部的這一塊 其實是非常的接近 迪利波里號 現在就在這個位置 另外呢 在16號的時候 美國海軍的第七艦隊的司令 Thomas 他其實在新加坡 接受採訪時說呢 對於解放軍的發射導彈啊 飛越到台灣上空的行動 做出的反應非常重要 如果美軍這一次不做出回應的話 導彈飛越台灣的狀況呢 就會繼續下去 而且會成為常態 最後會變得像南海一樣的島嶼一樣 成為呢 軍事的前哨 從他的表態上來看呢 美國會擔心說解放軍控制了台灣之後 導致低島鏈的名存死亡嗎 而從呢 美國的霸權產生一系列的負面的連鎖反應嗎 因此美軍這一次很可能就會派所謂的艦機 穿越台灣海峽 而且呢 來看起來的確有可能就是 迪利波里號的準航母來逼近台海嗎 好 那就算他不會親自來穿越台灣海峽 有可能迪利波里號會出動自己的 包括F-35在內的艦載機 來為穿越台灣海峽的美軍的艦載 美軍的艦機 提供空中的對應 以及遠程預警這些相關支持 而根據美軍之前公布的消息來看到 也就是迪利波里號 其實他是從大概是五月初的時候 從加州的聖地雅各的海軍基地來出發 前往西太平洋地區進行的部署 並且評估呢 海軍陸戰隊的閃電航母的概念 那測試呢 該艦隊於航母打擊群 提供輔助的能力等等的 而這一艘來看看 也就是他排水量大概是四萬五千噸的兩棲攻擊艦 他搭載的是20架的F-35B 閃電2隱形艦載機 作戰半徑呢其實是800公里 所以呢他位的這個位置 距離台灣蠻近的一兩百公里 所以就被說可以把整個台灣呢 是含刮在裡面 已經台灣海峽納入了行動範圍 而這一次呢 美軍不是派遣搭載F-18 也就是大黃蜂非隱形艦載機的雷根號航母 因為雷根號上面配的是大黃蜂 它沒有隱形的能力 而是派這一次呢 是F-35迪利波里號來前往台灣海峽 陸媒就開始分析說 恐怕是因為看到了解放軍殲20隱形戰鬥機 在之前環島的演習當中 多次公開亮相嘛 譬如說來看到譬如說8月4號 好演習的第一天的時候 殲20呢就領銜上百架的戰機 飛奔到台灣的周邊 進行了封控的演練 成為解放軍空軍的拳頭力量 在此期間呢 陸媒還報導了包括 殲20有亮艦東海 對闖入大陸防空識別區的外國軍機 進行了識別的查證 當時說會用到殲20 也許就是美國的F-35了 另外呢 今年的3月的時候 美軍不是有透露說F-35的戰機 曾經跟殲20近距離的交手 還說呢殲20非常的優秀 對解放軍高效的指揮體系印象深刻 好這都證明說 大陸的這一款呢 重型的五代戰機 已經進行了常態化的戰備警巡 完全形成了戰鬥力 而且在重大軍事行動之中 也擔負了核心的重要任務 而面對呢 這一款足以批底F-22的 大陸頭號戰機 陸媒就說 雷根號航母這個時候 如果來台海的話 恐怕是千里送人頭嗎 然而呢 陸媒分析 美國的像是F-35的航程短嘛 機動性一般 而且呢 還是呢 對地對海攻擊為主的 而殲20面前 他說根本就翻不起浪嗎 更別說呢 曾經為殲20提供過支持的 也就是呢 空警500 還有中國大陸海軍配備有 反隱形米波雷達艦艇的協助之下 搭載F-35B的美軍呢 閃電航母 恐怕也只能在 非戰鬥的時候 來台灣海峽 瘦一瘦肌肉而已吧 給解放軍練練手而已吧 如果是戰爭的狀態之下 解放軍的眼裡 就是一個活靶子 您認同陸媒這樣的觀點嗎 也來聊天室 一起聊聊 其實說到了美國航母 被說 在大陸周遭 討不到任何便宜 因為大陸不只有東風導彈呢 是威責了美國殲20 更說是超強的五代機 那說到了殲20 最近呢 討論度非常高 就是這一架 殲20的雙座型亮相了 它的進度超出了外界的預測 被認為它會作為是指揮 無人機作戰 非常重要的一步 您覺得有了雙座型的殲20 美國是不是更不改 在這個地方 第一島鏈這個地方 來造次嗎 來跟中國大陸開戰嗎 來聊天室一起聊聊 首先看到 就是最近網友拍到的 這張照片 讓大家很驚訝 就是有一架最新的殲20 雙座型的原型 的是非的照片 從照片上 你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到 它這一架的編號是什麼 你看 放大一點是 2032的殲20雙座型 已經用上了這個灰色的 低可視塗裝 這說明什麼呢 代表殲20的雙座型 距離交付中國大陸空軍的日期 已經不遠了 另外中國大陸成為世界上 第一個配備是雙座型 第五代戰鬥機的國家 這一點就說超越了美國 來看到 殲20雙座型是世界上第一種 達到測試測飛進度的 雙座型的五代戰機 之所有的五代戰機當中 都是單座型 這是第一款 就是雙座型的 而至於為什麼之前 都沒有研發雙座型的五代機 所謂的這個典型的 傳統的雙座型的戰鬥機 其實包括什麼呢 包括像是F-15E 還有蘇-30 殲-16這些戰鬥機 它們都使用的是 雙座型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它們要滿足 多用途的作戰需求 對於這些都是 所謂四代半的戰鬥機來說 它們的航電系統 航電系統它的智能化 其實還不夠高 飛行員執行任務的時候 工作量比較大一點點 而對空作戰 一個飛行員還能夠完成 但是如果很複雜的 對地面的打擊 一個飛行員可能會忙不過來 所以需要兩個嘛 因為來看到對地面打擊 跟打空戰需要比較複雜的 一些目標的識別 地底下那麼複雜 還有鎖定流程 還有複雜的地面環境而已 跟相對於乾淨的天空 是沒有辦法比拟的 而且對地攻擊的武器 譬如說來看到 精確制導炸彈 空中導彈這些都需要 裝訂相對應的火控數據 還有目標的信息 才能夠成功的發射出去 這對於這些所謂的 智能化程度不夠高的 四代半戰鬥機來說 人工操作的比例會比較高 對於飛行員來說 工作量就很大很大 所以需要兩個人 才會說所謂的雙座的 另外所謂的雙座的戰鬥機的典型 就是因為要電子作戰 電子作戰 譬如說來看到的是 EF-18G 殲-16D 這些都是一樣的狀況 它們都是電子作戰的 它智能化程度不夠高 人工操作的比例也蠻高的 飛行員負擔蠻大的 所以在四代半的戰鬥機當中 就出現了很多的所謂的 雙座型的戰鬥機 但是這些問題 在剛剛說的第五代戰鬥機上面 其實因為第五代戰鬥機 它有很先進的計算機的技術 就電腦的技術 還有智能化科技 都得到很大很大程度的解決 因此就不需要這麼多人 所以譬如說來看看 它對於對地打擊的 裝訂火控數據 這一部分的工作 其實都交給電腦了 在第五代機上面 它可以透過電腦 也就是計算機 進行全自動的數據裝訂 飛行員只需要簡單簡單的 幾個操作就能夠完成的 同樣對於地面目標的識別 鎖定等等的 雖然還沒有做到完全自動化的水平 但是在圖像識別這些新技術上面 飛行員的工作就被大量大量的減輕了 例如來看到 美國空軍的F-35A 就是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 比如說F-35A 它是一架雙座型的 單座型這樣做 F-35A是單座的五代的戰鬥機 但是它在對地打擊能力 有強大的計算能力 有不少人甚至還把F-35A 稱為是飛行計算機 這個是美國的 中國大陸殲20同樣也是一樣的水平 據稱殲20上面 一共有四台戰鬥機領域最為先進的計算機了 靠著強大能力的計算能力 以及大陸強大的軟體 就是軟件技術的實力 殲20基本上就可以使用大陸空軍的裝備的 所有的製導武器都可以用 而且F-35A跟殲20同樣還有一個特點 也就是它們具備的很不弱 就是很強的電子戰能力 在沒有掛載電子戰吊艙的狀況之下 都能夠達到四代半的戰鬥機 掛載自衛級的電子戰吊艙的能力了 另外其實傳統的雙座型的戰鬥機當中 還有一個很重要功能 為什麼要研發雙座型的 因為它能夠作為是同型教練機來使用 對於五代機來說 先進的模擬駕駛器 再加上高級的教練機 其實已經可以替代雙座型 它的教練機的功能 譬如說就美國來講 服役了幾百架的五代機 大陸也有100多架的殲20 他們其實在沒有雙座型的狀況之下 也是培養出非常多優秀的飛行員 那麼這邊就有一個很大問題 講了那麼多 殲20其實它單做就可以完成了 傳統這些所謂的雙座型戰鬥機的功能 為什麼中國大陸要積極的開發 殲20雙座型呢 陸媒就告訴你答案了 因為殲20雙座型的出現 明顯就需要未完成 即使在五代機的技術下 也沒有辦法一個飛行員完成的重要任務 這任務是什麼呢 剛剛已經告訴你 無人機作戰 陸媒認為這應該就是要指揮空戰無人機 至於有人會問 美國的所謂的F-35A 它是單做的 為什麼它可以指揮無人機呢 又可以指揮這些所謂的無人機來開戰呢 那中國大陸為什麼要開發雙座型的殲20呢 陸媒說這當然不是技術差距的問題 而是因為中國大陸殲20的雙座型 將來要指揮的無人機 以及和美國的F-35A 現在測試指揮的無人機 水平是不一樣的 不同檔次的 F-35A 它現在指揮的無人機 是功能比較簡單的無人機 主要作為是F-35A的飛行彈艙來使用 那這樣子的無人機呢 大部分狀況之下你只要怎麼樣 你只要跟著這F-35A 跟著它一起飛行就可以了 不需要過多的操作 無人機的自動駕駛技術 對中美來說都不算什麼 譬如說來看到 美國的這一款X-47B的無人機 它甚至可以只要提供一個目標 你要飛哪裡就去那個地方 設定好之後 它從航母上出發 從彈射起飛 規劃航行 打擊反航到阻攔降落等等 通通自動完成 自主飛行 所以F-35A 它現在測試這種所謂的無人機 大部分狀況之下 都是可以靠自主飛行的 F-35A的飛行員 操作量就比較少了 那根本就不需要再增加一個人 那就沒有去研發 所謂的兩個人的雙座型的 另外在這樣子的無人機 能夠完成的任務也蠻有限的 意思你作戰能力 跟中國大陸研發的規劃 是完全不一樣 而大陸計畫要給殲20的雙座型 配備的無人機 其實是跟美國完全不一樣的 它是先進的空戰無人機 從中國大陸研究所 一些論文可以得到一些結論說 少量的訊息 陸媒提到說 這一款所謂的無人機 最大的起飛重量 將近多少呢 將近20噸重 它的彈艙掛載的能力 可以跟殲20一樣 可能少一點點 因為它是無人機 但是它會配備先進的 有緣相共證雷達 樂觀一點的話 陸媒還說可能還會配備什麼呢 光電瞄準系統 ETOS系統 這也就是說 這款無人機在什麼 機動方面 隱身方面 武器方面 態勢感之上 都會達到一架高性能戰鬥機的水平 這樣的無人機 顯然就不是拿來執行 這個美國的 執行簡單任務的對地打擊任務 而是要執行很複雜的空戰的任務 在現代的空戰當中 雙方不只要比拼雷達的性能 隱身性能 還有導彈性能 還有不斷的進行機動的調整位置 搶位就很重要 不只拍照搶位 這個在戰鬥當中搶位也很重要 譬如說 中國大陸的機頭 對著對方的側面 譬如說這個側面 對著它的側面這樣狀況 對大陸來說 就是一個有利的位置 雙方的戰鬥機 就需要不斷的機動來搶位 類似的位置 而這個位置是瞬息萬變的 在現在自動化的技術來說 還遠遠做不到 讓無人機能夠自主 站位的水平 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個指揮員 來進行指揮無人機 飛行路線跟方向等等的 從而滿足空戰的需求 因此陸媒就說 這就是中國大陸研製 殲20雙座型的目的 就是要打造一個怎麼樣 強大的先進的 有人跟無人作戰的體系 這也是未來空戰發展的方向 而殲20雙座型即將服役 說明大陸在這個方面 走得非常的前面 已經超過了美國 而說到這一款殲20雙座版的 長期的確是軍迷們 還有不少國家的防務的媒體 關注的對象 從來看看當年的 2031號的原型機 到今年剛剛看到的2032 這個所謂的原型機 每一次亮相都引起了很大的關注跟討論 在這一張最新的這一張 這張更大 這一張最新的是非照片當中 這架殲20S的2號原型機 已經取下了叫做機頭的空速管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現 他把它取下來了 這個空速管沒了 變成了什麼樣呢 跟量產機相同的配置 這說明了也就是這一架的原型機 其實已經基本上 這是原本有空速管 那你看到這一個是沒有空速管的 怕大家誤會 這是原本的空速管 現在已經沒有空速管了 那說明了這一架的原型機 基本上已經不用承擔飛行性能 像是探索上面的任務 那從塗裝上來看 塗裝有沒有發現 它已經從上次亮相的 就是黃皮機變成刷上 新低可適度塗裝的灰色高級飛機 不少的陸媒讚歎說 這一架所謂的殲20也就是殲20S 採用的這個灰色塗裝 其實看起來非常的高端 而且看起來也非常的先進的韻味 整體上看來 有六點是比較明顯的調整 第一點就剛剛說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基比的地方 就是氣動補償的空速管 已經進行的拆除了 那開始要測試空中機動性的可能嗎 另外第二點就是說 可能因為是紅外線搜索跟蹤 就是IRST的掃描範圍更大了 因此它取消了機頭下方側方的 分散式孔徑系統DAS的器件 第三個來看到 就是它的前起落架的倉位增大了 可能增加了一些液壓的設備 第四點就是包括了 進氣到了前方的骨包 這個地方 其實怎麼樣 使用全新的透波材料 取代了原本的複合材料 疑似就是家中的相應的電子站的系統 好 第五點來看到 側面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側面的天線位置 也進行了相關的調整 最後一點 第六點則是壓抑的閒長增加 你看這個地方增加了 以進一步來提升壓抑對於飛機姿態的控制效率 你看到這幾點 1 2 3 4 5 以及它的空速管這個地方 做了六大點的改變